GT系列的景品總是令人相當期待 那F1S這一次 竟然有出了超三的小悟空 看到了這個圓形是又看到了一次 就放心了不少 中折博之 有一百體 就用豬的圓形製作的經驗 代理版 序號 David拆的太快了 所以頭雕原本外面還有一個紙的套筒 David就沒放進去了 頭跟本體是分開的 然後插銷地毯 金融珠GT裡面超三小悟空 超銷魂 尤其看這髮量 臉部的頭雕 超級無敵戰 這種絲吼的樣子 超級到位的 超級薩蘭山的眉骨這邊 刻畫的超級詳細 瞳孔的塗裝跟做工也不是蓋子 整個嘴巴張開吶喊的感覺 牙齒跟舌頭的做工塗裝 全部都在水準以上 再加上他的額頭上面跟眼睛下方 多了這一些 小細節 你看起來 整個神情會更加的豐富 怎麼看就覺得超帥 但超賽三最著名的就是 這個 濃密的長髮 真的完全神復刻 整個頭髮 佔了身體 超過了三分之二以上 可以看到這頭髮做工 Devi不得不說 市面上的超三悟空景品 其實不多 那這一隻 目前這樣看過來 如果他說第一應該沒有第二的超三悟空 敢站出來 法師紋 全部 有給你之外 法術感 這種強烈的 感覺非常大術以外 整頭 全部的頭髮 我用了一個漸層 然後他的漸層是 比較淡的 這一種漸層 那前面這邊 會比較 看得清楚 那後面 都有做一些 微微的漸層的樣子 所以你看起來 這法師紋 感覺你會覺得 更加的明顯 我整個頭髮 Devi只能說 超級銷魂 當然 看上半身穿的就是 悟空 在七龍珠GT裡面 的這一身 打扮 武道服的感覺 非常的俐落 然後這種 飄逸的 皺褶感 還有腰帶的這一種 飛揚的這種感覺 完完整整呈現出來 胸口這邊 這邊 的小細節跟脖子這裡 的刻畫痕跡 都有完完整整的 呈現出來 肌肉 線條感 非常的強烈以外 尤其是在中間這邊 運用了一些 深淺 漸層 側邊這邊也是 你只要看到有線條的這種地方 幾乎都有在做一個 加深的配色 然後護手腕的地方 做工跟 塗裝 真的算相當不錯 整個手指的輪廓 手指頭 真的都是可圈可點 超半層的褲子的部分 這塗裝 也是非常非常的 用心 左右兩側這邊 塗裝竟然是不一樣 這邊呈現一個比較 淡色 然後這邊呈現一個比較深色的感覺 然後一直延續到裡面 然後整個 皺褶感拉出來 你會覺得 這樣看過 非常非常有立體的感覺 後面跟前面的顏色 就差蠻多的 鞋子部份 鞋子部份 上面的這綁帶 就這邊 下部份有一點異色 的狀況 另外一隻腳 也是有一點異色的狀況 但這還好就沒有 非常的誇張 整隻不得不說 整隻不得不說 頭真的算是 非常非常的重 整個 非常小的身體 但是 髮量 非常的茂密 超級正點 看細節 一隻 地台 跟上一隻一樣 都是空間殺手 他附件其實有兩個 但 這一個 附件 David覺得很妙 照理說他應該是 卡在 頭髮的中間 這裡 或是這裡 但是你會覺得 有點基柱 就有點沒什麼用的樣子 只是 因為根本就超級無敵鬆喔 你也沒有辦法頂到最上 的地方 所以David 會建議的話 你 其實就可以不用這一個 做輔助 直接 就是上這一個支架 就可以 在空中做一個 這種爆氣的動作 而且 也是算蠻牢固的 寒地台 兩大頭髮最高高度約在16公分 就算了 就算了 你不想再說 我不要再說 你不想再說 我沒有 你不想再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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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再說 你不想再說 整體評價滿分7核心 中澤博之助的這隻GT版的超三小悟空 David真的超級無敵推薦 只要你喜歡切龍珠的 David都強烈建議你真的要入手這一隻 光是看他這一個 超級賽藍山 豐厚的法量 跟長度 再加上 超級無敵還原的頭雕 因為David之前講過 市面上小悟空超三大景品類真的不多見 但這一隻真的做的超級無敵好 而且配色跟其他小細節方面其實都 做的算栩栩如生 而且重點是 搭上的地台 呈現出這種騰空感爆氣超三大型態 所以其實使出直接爆表 真的 不得不錄這一隻 超級無敵好看 David覺得FES這一套這兩隻 超三這一隻真的 表現的比 趙的悟空 其實至少好上好幾倍以上 超級無敵推薦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 我們下次再見 Love&Peace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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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 by bwd6